大熊猫的特点 大熊猫为食用用大熊猫克的一种哺乳动物 体色为黑白两色 有着远远的脸颊 大大的黑眼圈 胖嘟嘟的身体 标志性的那八次行动方式 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7000物种 全世界野生大熊猫互足1600只 属于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分辨熊猫主要依靠以下几个特征 脸盘 脸圈 耳朵 手脚 呆毛 背扣 一般来讲 先看耳朵和背扣 因为从动物园的场观来讲 不论是苏联市设计的大空状动物园 还是把人和动物摸在同一平面的新式动物园 耳朵和背扣都是最好观察的 耳朵一般范围比较突出的和比较圆的 突出的耳朵就好似迷老鼠的耳朵 圆耳朵则好像一般人认知里的半圆形的熊耳朵 有些熊猫突出的耳朵甚至和头的连接处比较长 好像耳朵是粘上去的 有些熊猫耳朵上缺一块 是饲养员为了快速分辨太像的两只熊猫而无意剪掉的 有些熊猫身上会有一些菜品的痕迹 也是因为这样 背扣 是熊猫的前半身背后的黑色部分 就像熊帚的背扣 一些熊猫的背扣是紧密连接的 有一些则是很细的 甚至是剪开的 一 形态特征 大熊猫体型肥瘦斯熊 风雨浮沙 头圆没断 头去长1200至1800毫米 尾长100到12毫米 体重则80到120千克 最重可达180千克 饲养的熊猫略重 一般熊性个体大于磁性 头骨和身体毛色黑白相间分明 但黑非纯黑白也不是纯白 而是黑中透和白中带黄 齐领地区的个体偏大 体毛粗糙 腹毛略显棕色色则 铭身则个体较小 体毛也较浅热也细 腹毛棕色不明显 但凉身的个体并不偏小 2.食物习性 大熊猫为杂食性动物 但大熊猫最初是吃肉的 也具有食物动物吃肉的潜力 但很少捕食动物或者动物的尸体 这并不是它不喜欢吃肉 而是缺少机会 因为在大熊猫分布的区域里 大型的食肉少很少 没有多少残尸供它使用 如果自己经常去捕捉鼠类小动物 所得到的营养却常常不足于低消 身体的消耗能量 因此 大熊猫只能偶尔吃到一点肉食 大部分时间则按捕就干的 依靠猪子维持生命 成为一辈子循规道具 依竹而生的动物 3.性格特点 大熊猫的性情通常情况下 总是十分温顺 猪刺贱人 常用前掌磨面 或把头提下 活露真面目 很少主动地攻击其他动物或人 在野外偶然相遇时 总是采用回避的方式 但一旦当上了妈妈 其小宝贝就是身上不可侵犯了